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走到一处长椅前 微笑着坐下 开始享受这个美好的午后 王心灵的男友是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子 他的笑容温暖而亲切 看得出他对王心灵的深情厚意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王心灵的爱意 每一次对视都像是在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爱情 他们手牵手 食指相扣 这个简单的动作充满了他们的甜蜜与恩爱 他们似乎不在意周围的目光 只沉浸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在这个瞬间 他们是最幸福的一对 王心灵的男友是一个圈外隐形富豪 他的财富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但他的身份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对王心灵的爱 他照顾他 守护他 为他付出一切 他们的爱情没有金钱的童秀气 只有纯粹和真诚 他们在阳光下相互依偎 彼此深情地凝视着对方 他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刻 分享着彼此的幸福 他们的爱情就像这个公园的每一个角落 充满了生命力和希望 2005年 25岁范纸伟的拍摄《侦探物语》时 和15岁的同居女演员杨雅筑一起出游 看电影 被周刊曝光 据媒体爆料 范纸伟还曾与董杰 撒压等人传出过绯闻 王心灵这才彻底放弃了这段卑微的感情 他痛心疾首地说 我觉得有时候会笨 会傻 是因为自己还没有受够 直到有一天 你会突然觉得真的够了 然而 这段感情的伤害远不止这些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分手后 王心灵一度不敢交男友 然而 他还是遭到了骚扰 在一次专辑预购签唱会上 王心灵穿着红色背心 长袜和迷你短裙又唱又跳 动作很是火辣 结果一不小心 溜出春光一片 引来色狼一阵狂拍 王心灵遭遇感情不顺 但好在事业线喜人 也是这一年 爱回唱片公司召开盛大记者会 豪至2000万元 签下王心灵 并准备斥资十亿为他拓展未来两岸三地演绎版图 发行了几张专辑 收录了结盲弯弯我会好好的等传唱度极高的歌曲 2008年 有媒体爆料 29岁的吴柯群在社交平台上向26岁的王心灵发起爱的公事 终于突破对方心房 成功获得与家人共进晚餐的机会 但王心灵却只是淡淡回应 只是朋友而已 一年后 王心灵又和汪东诚在拍摄《桃花小妹》时 传出绯闻 不过后来也是不了了之 受过一次刻骨铭心的伤之后 王心灵仿佛对感情有点近而远之 继续深耕自己的事业 2009年 王心灵发行专辑《美丽的日子新电星》 并成为史上第一个登上波音747飞机拍摄MV的华人歌手 也是这一年 王心灵拍摄《年历写真》 一套连体睡衣包裹无限美好 似乎印证了王心灵C照所言非虚 小鹿相间半躺在沙发上 清纯而又不失性感 就在王心灵一心一意拼事业 压力山大 疾病缠身时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2010年 范直伟突然在网上放出自己赤裸上身 和王心灵亲密相拥的照片 他接受采访时还大谈两人出业 我再和他交往前有两端感情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 我原本以为他17岁 第一次是给我 但不是的 其实我当时有点失望 甚至爆出 王心灵的初恋是他华刚异校的一位男同学 于是 这位男同学浮出水面 原来是出演过流星花人的过气演员欧定兴 欧定兴那时穷到身上只剩100台币 面对媒体采访 当然很兴奋 他承认自己是王心灵的初恋 还断言 那时王心灵很娇羞 应该还是处女 自己当时真的没有碰过他 因为他没有机会 两人初恋时 同校的女生到欧定兴房间玩 正好被王心灵撞见 十分伤心的他转身就走 分手了 欧定兴还指出 分手后 王心灵并未和其他男生谈过 因此 初恋应该是给了范指尾 此言论一出 舆论哗然 于是 明星的初恋纷纷被翻出 连陈冠西老师也盖莫能外 王心灵的育女形象被彻底摧毁 崩溃大哭 情绪失控 躲在家里66个小时未曾出门 闭关疗伤期间 一连推掉多场演出 损失数百万台币 而渣男也遭到了报应 那时 被称为梁朝伟接班人的范指尾 已经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因跑红东甲泽东电影公司 被解约 因追求女魔未果 狂甩对方三十耳光 搞得臭名招住 甚至还卷入了同志传闻 范指尾还承认 自己曾动手打过王心灵两次 因曝光王心灵事件 范指尾沦为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又被死死地扣上了一袋 新贱男的帽子 即便改名已挽救不了 一再滑坡的事业 后来 王心灵拿起法律武器 准备起诉范指尾 范指尾发出盗窃声明 称自己是中文媒体圈套 不把采访当成闲聊 才导致事故发生 最终 王心灵还是心软 此事不了了之了 2011年初 因长期超负荷工作 王心灵身体免疫力下降 嘴角的伤口感染 导致脸部蜂窝组之炎 种成猪头 此后 屡屡遭到整容质疑 尽管王心灵方不断否认 可吃瓜群众就是不买账 他甜心教主的身份也随着年龄增长 成了转型的包袱 就在事业进入瓶颈期时 王心灵身边又来了一个定时炸弹 2011年 王心灵和男星姚元昊沙滩晒太阳被媒体拍到 两人烈情曝光 不久 王心灵就被卷入了一场小三风波 因为姚元昊有个相恋青年的女友隋唐 两人也是几度分分合合 感情扑朔迷离 两人约会被曝光后 媒体追问 隋唐当着媒体哭诉 我的心就像被美工刀一笔一笔地割着 我真的很失败 没办法留住这个对我重要 我最在乎的人 我不知道 不管是谁 都帮我好好照顾他吧 隋唐的心如刀割 让王心灵很快就背上了小三的锅 只能生泪俱下地澄清 我不是第三者 但风波并未平息 王心灵只能再次闭关 一度暴瘦到只有41公斤 没过多久 王心灵和和姚元昊结伴孵淡水游玩 被媒体曝光 2012年8月 王心灵签约环球唱片 很快推出第九章专辑爱不爱 虽在NV中大尺度半裸出镜 创下百万播放率 但转型并不太成功 也是这年 台湾某导演爆料称 范指纬和苍景空正在谈恋爱 范指纬还曾因剧组不允许两人一同参加新电影首映 而拒绝出席 让导演大为震怒 范指纬面对苍老师 却认怂了 直接否认恋情 甚至表示根本不认识苍景空 许多宅男也纷纷喊话范指纬 放开苍景空 他是世界的 而王心灵则透过公司回应了两个字 祝福 2013年跨年夜 王心灵与姚元昊相归内深情拥抱的事被曝光 他不顾家人反对 高调公开了恋情 懒人喷火热恋期间 评传婚讯 姚元昊甚至被媒体追问 有没有帮女游洗内裤 此后 王心灵虽然遭遇转型不成功的尴尬 但也依然不时发专辑 开演唱会 在歌手道路上妾而不舍 令他没想到的是 2017年 他和姚元昊的恋情在家人的反对下 分手不久 自己的一张穿着红色内裤睡觉的私密照 就在网上疯传 照片正是前男友姚元昊所拍 但他拒不承认是自己泄露出来的 还嚷着要还他清白 尽管搞得一地鸡毛 王心灵很受伤 对方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可王心灵还是选择了宽容 他说 我不知道为了一段爱情 我究竟会不会失去一切 但我知道不管好与坏 我自己都要勇敢承担 他似乎也不在乎那些失败爱情带来的伤害 也不在乎甜心教主的包袱 2022年 39岁的王心灵重新出发 参加乘风破浪第三季 一出场就让网友纷纷感叹爷亲回 在高人气下 还一举夺得了年度总冠军 再次翻红的王心灵 剧传和蓝卫文传了多年绯闻 南方情史似乎也挺复杂 很多粉丝认为传言不实 呼吁与其关注其私生活 还不如期待他的20周年新专辑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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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